生物公司发生泄露事故 周围的人们都变异成行尸走肉 今天妙妹给大家带来电影《俯山行》 或者司机行驶到高速路口时 被几个防疫人员拦架喷洒酒精 司机不耐烦地说 又有猪被集体埋了吗 工作人员连忙解释道 这次是因为前方生物公司泄露 还没等人家说完 司机就开车走了 接电话时不小心撞到了东西 下车后才看到原来是一只鹿 死了就死了 司机根本没在意 然后开车离开了 奇怪的是小鹿竟然又爬起来了 从那可怕的眼神中 已经能预测到灾难的来临 男主老刘是一位公司高管 他急速的女儿秀恩 一直仰着让她带自己去釜山找妈妈 老刘安排好公司事务 就带女儿出发了 乘客们上车完毕后 站台工作人员挥手让高铁乘务员关门 忽然有个女子从她身后流进列车 女子喘息着 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 列车缓缓开动 秀恩看到窗外 有个人扑向站台工作人员 她想告诉爸爸 已经累得睡着了 列车继续前进 溜进来的受伤女子突然倒地抽搐 女承误员想打电话找医生 不料受伤女子站起来咬住了她的脖子 列车顿时乱了起来 而此时秀恩去厕所还没回来 老刘赶紧跑去找女儿 却发现已经有两个承误员成了丧尸 老刘赶紧抱起从厕所出来的女儿 往车厢另一段跑 找到一间安全的车厢 此时正在等妻子上厕所的大壮 也发现了丧尸 男子他状况怀孕的妻子能不能跑得动 两人决定从厕所中出来 跑进那个目前唯一安全的车厢 幸好老刘在最后一刻给父亲俩开了门 两人才得以活命 老刘接到了家里妈妈的电话 老人用告别的语气叮嘱她 照顾好秀恩 然后随着一阵嘶喊声挂掉了电话 老刘明白灾难已经来临 这时列车厂发布通知 说列车不到福山 让所有乘客在前面大田站下车 那里会有军队保护 听到广播后老刘也赶紧跟军队的朋友联系确认情况 朋友说下车后一定要走东广场 说完就挂了电话 很快列车到站 第一个几下车的是新常物 他请求列车长直接开车去府山 因为自己得到确切消息 只有府山才是安全的 但是列车长还是坚持要去看看 乘客们小心翼翼的按路边走着 只有老刘带着女儿走向了另一边 突然两人被一个老汉叫住 想要跟他们一起走 因为自己听到了老刘的电话 秀安知道后就想叫住已经走向另一边的人们 但是为时已晚 已经便为丧尸的士兵们蜂拥而上 大壮看到后立刻将妻子抱到电梯另一侧 反应迅速的学生们也赶紧逃跑 这时老刘的前方也出现了丧尸 他赶紧转身向秀安跑去 但还是有个丧尸跑在了他前面 幸好大壮及时赶到 打倒了丧尸 然后和妻子拖着秀安离开 几个男士在车站门口死死挡住丧尸 为爱的人们争取搓身列车的时间 随着丧尸越来越多 门很快就被撞开了 几个人赶紧往列车跑去 但此时自私的经常物已经通知了列车长开车 列车缓缓开动 一位学生和老刘拼尽全力先跑上了列车 看着还在奔跑的大壮 又想到被救的女儿 老刘向大壮伸出了手 最终也被拉上了列车 此时列车上老汉 孕妇和秀安站在一节没有门的车厢里 看着两头都是丧尸在走动 孕妇想到了开着门厕所 三人悄悄走过去赶紧关上了门 上车后的大壮给妻子打电话 得知三人被困在厕所 乱留打算去救女儿 不能三个老弱的人单独在一起 大壮也决定拼尽全力救出妻子 决定一起救人的还有一位男同学 但是要在丧尸中走过三节车厢 谈何容易 列车还在行驶 三人到底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整个列车上的幸存者 又会是怎样的结局 我们下回再说 好了 今天的发现就到 我们下回了